大家好,我桌面上就有一盘碎爪栏 火朵虽然是已经打开了 不过这些叶片已经出现了一个发软微粘的情况 相对这种情况的话 我发现它这个盘已经出现了一个积水的现象 那么积水如何给它处理呢 怎么可以直接把它掰出来 看一下这个根式有没有出现一个腐烂 如果一旦腐烂的话 就要重新给它做一个修剪 然后就是重新给它扦插上盘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些根式已经出现了一个腐烂的现象了 已经没有任何的生长作用了 接下来就是直接给它修剪掉 大家看一下这些根式已经出现了腐烂的现象了 怎么可以在中间这个位置给它直接修剪掉 如果没有腐烂的话 证明还可以再次生长的 不过上面这些一定要给它修剪掉 这些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好了 单单流出主干就可以了 这是1600毫升的清水 这些就是甲鸡硫菱磷 这边可以把适量的给它倒进去 因为甲鸡硫菱磷它是杀金消毒的一种很好的药物 然后就是直接给它摇晃均匀 让它完全的融化 融化之后呢 就是直接把它放进去 大概让它消毒半个小时之后 捞出来等待晾干 重新用一些新脊肉给它扦插上盘就可以了 这样呢 让它继续生长 好了 就是这样简单的给它处理了 下个视频再给大家分享它的栽种过程 好了 下期再见